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是天地之灵 属猴人也最具有灵性 一辈子聪慧过人 心思细腻 聪明灵力是谁也学不来的 而一对夫妻里有属猴人 那么他们的孩子也必然聪慧 聪慧才智都能得到遗传 从小到大福气好 灵力在外 细心愚昧 长相多显狡黠 但也明星亮 极具魅力 一表人才 很有贵气 属猴的人为人热忱 喜欢东奔西走 总能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活力四射 大家看到的他们永远是那么的乐观向上 属猴人最懂得珍惜眼下的幸福 聪明才智都是为了当下而准备 只要过好今天就是福 所以属猴人也很注重保养 一旦身体有什么问题 他们一定会提早预防 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 如果夫妻之中能够有生肖猴的人 那么家中福气最深厚 他们的智勇双全 最能给全家人带来福分和妄孕 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 还能够长寿 子女的运气也是相当的好 按父母中有生肖鸡 鸡自古以来就有人间凤凰的美名 并且属鸡的人天生就颜值很高 聪明伶俐 因此属鸡的人在人群里面 一直都很受人欢迎 因为大家都喜欢颜值高又聪明的人 如果父母有一人属鸡 那么他们生出来的孩子 必定也会颜值高 长大后也能够带有出息 将来能够成龙成凤 光宗耀祖 属鸡的人很有想法和智商 所以夫妻中若是有一位是属鸡人 那可以说婚后的生活 势必会非常的幸福 一方致富 一方顾家 两个人双双为生活付出和努力 在婚后创造财富的时候就没有阻力了 在得到贵人扶持的时候事业 会发展得红红火火 其中丈夫能飞黄腾达 妻子能越活越年轻 夫妻二人都能够富贵又多金 再加上属鸡的人精神往往很充沛 身体上也比较硬朗 属鸡的人心中很少有不快乐的事情 就算是有也能够很快过去 所以属鸡的人一生 往往没有太大的变故 健康顺利 也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三父母中有生肖龙 属龙的人天生就很命好 属龙的人命理藏经 天生就十分有福气 跟钱财的缘分也十分深厚 如果夫妻俩有一个人是属龙的人 那么他们必定会将这种福气 传给自己的子女 并且生出来的孩子 个个都颜值高 才运望属龙的人 天资聪颖 能力非凡 才华横溢 他们喜欢在事业中付出心血 精力充沛 这样的人 一辈子运势极佳 和他们结婚 未来生活肯定大红大紫 福禄双全 不仅如此 属龙人对待感情忠诚专一 对伴侣百般照顾 家庭责任感也很强 夫妻中有一人属龙 注定财博不缺 家业兴旺 生肖龙的人是有很大的志向的 同时还具有很多的谋略 夫妻俩如果有一个是这个生肖 在结婚之后创造财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贵人了 在得到贵人扶持的时候 事业会发展得很顺利 这样夫妻俩的生活 就会变得顺心顺利的 同时他们也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不会将自己宝贵的时间进行浪费 这样就可以更加积极地创造财富了 创造财富的时候 家里的运势自然不会太差 夫妻俩人都会健康长寿 能够活到很久很久 晚年什么也不用愁 似父母中有生肖狗 属狗人象征的是旺 而旺自当头的属狗人 一生不但自身造化不浅 还能把这份福气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在人群里会十分显眼 而他们生的孩子福气更深 富有悟性 学习顺利 一生总能发掘财运 即使白手起家 也能富得流油 光要门眉 夫妻当中有生肖狗的人 他们的婚姻将会富贵满满 婚后会有喜事进家门 而且他们在事业生活上能相互扶持 互助互爱 努力上进 彼此能够互相取长不断 相得益彰 婚姻让两个人都变得更完美 婚后数十年里感情越来越稳固 而财运也越来越旺盛 全家不缺财 孩子也会有大出息 属狗的人也是非常忠厚老实的 他们性格温和做事情的本事突出 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他们都能够一一的击破 所以属狗的人也是能力出众的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们能力很强 跟什么人都能够合得来 所以属狗的人他们的贵人很多 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个人属狗 那么必定能够给家里人 带来很好的发财机遇 并且时间越久 他们这两个月富裕 最终夫妻两人共同奔小康生活 似父母中有生肖兔 属兔的人天生性格温和 不争不强 淡薄名利 因此属兔的人 也天生是福气深厚的代表 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个人是属兔人 那么他们必将会把自己身上的好福气 传给自己的子女 如果他们生的是儿子 那儿子一般都能够前途光明 最终能够仕途顺利 财大全粗 如果生的是女儿 一般都能福气满满 将来能够成为富婆 生肖兔之人 他们温和顺从 心细如发 做事情三思而行 另外在工作当中 他们认真负责 同时智力超群 如果有这样的父母 那么其子女必定表现出众 将来还有机会在贵人的帮助下 大展宏图 实现人生理想 因此属兔人就算年纪大了 也不会显老 反而越来越有韵味 而且越老越富贵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夫妻之间如果有属兔的人 那么夫妻之间的理想都能一一实现 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阻力极小 还能得贵人扶持 一身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